如果我選擇一個是座右銘對我影響最大的 我相信都是取資社會、融資社會 因為我爸爸經常跟我們說 一個人要真真正正快樂 一定要周圍的人都開心才能生真正快樂 怎樣做到這件事呢 就是要為身邊的人或者周圍 不單只是親戚、家庭 周圍的人都要為他們打算 所以我這麼多年回來 都是跟隨著我爸爸做社會父母 另一件事我覺得對我個人影響最大的 就是他經常說一句話 Be a good listener 是一個好的聆聽者 因為這個就是 怎樣去調動一個人的積極性 是很有哲學的 跟隨你的團隊 不只是聽你一個人的話 你要讓他們盡量去發揮他們自己的思想想想法 讓大家都可以融入去一個團隊的氣氛 才能夠發揮到一個團隊的功能 只有你講沒有他講 他執行起來也未必那麼到位 如果是採取了他的idea 然後再去執行的話 相信大家或者那位人士 一定會執行得更加到位更加好 所以他教我就是 你作為一個領導者 你都要多聽 多給身邊的人發揮 才能夠真真正正做到一個好的領導人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在我爸爸身上學習他代人處事的哲學和精神 如何做事能夠堅固各方面大公無私 亦都希望他取之社會 用之社會的精神 是值得我們去學習 亦都希望可以把它傳承下去 能夠多些秉承他的一些教訓 我相信我們的社會 甚至我們的世界會變得更加好 我相信他會有很多生意 我相信他們會有很多生意 我相信是有很多生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